《药汉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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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現在思考《药汉福音》裡面的人物 我們今天思考這個人物 是叫馬勒古 可能你聽都沒聽過他 當然是誰來的呢? 在《药汉福音》第十八章十到十一節 《药汉福音》西門彼得帶了一把刀 就拔出來將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右耳 那仆人名叫馬勒古 耶穌就對彼得說 收刀入肖罷 我父所給我的那杯 我豈可不學呢? 那個場景地點在哪裡呢? 地點在赫西馬尼園 主耶穌被捕的時候 賣主的猶大帶著一對兵丁 和大祭司的差役來到 所以特別留意 其實馬勒古並不是兵丁 他只不過是大祭司的差役 是他大祭司的伯人 所以其實為何要發生衝突 發生衝突的時候 其實他根本不應該在現場裡 又或者這麼說 他的責任根本不是捉拿人 但無論如何 他就站在前線之中的最前線 去面對這場衝突 這場衝突的時候 彼得有一些 我們用現在的說法 有一些血氣 這不是主耶穌的心意 他卻用自己的方法 去撐了大祭司的一刀 實際上你可以這麼說 這個當時是唯一的流血場面 因為他撐掉耳朵 但是對整件事情有沒有幫助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 其實對整件事情是沒有幫助的 如果用我們現在的字眼來說 彼得的短暫勇武 對整件事情根本一點幫助都沒有 這個也不是主耶穌的心意 但無論如何 我們可以有一個感受 馬勒古站在其中 我們站在馬勒古的角度來看 他是一個被受傷害的人 其實他根本不應該做最前線捉拿人的工作 他只不過是一個仆人 不是兵丁 但是他卻受到在這個環境中 最大的傷害 就是被人斬了耳朵 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 其實不知道你有沒有一個感受 我們身邊有很多不信主的人 都會受到一些頂姊妹 因為血氣而來的傷害 這也是我們常常聽到的說話 因為我的同事、我的上司 或者我所接觸的人 那些基督徒 因為他的不好的行為 他的血氣、他們的破壞 他們的性格上的弱點 西徒其他人說 因為這樣的緣故 不去信耶穌 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說話 其實我已經聽過不少了 因為人的血氣 阻攔人來認識主 去到神的身邊 這個固然是我們的軟弱缺點 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的血氣 也對我們身邊的人造成傷害 就好像馬勒鼓一樣 但是馬勒鼓 卻因為這樣的緣故 得到主親自的醫治 如果我們站在馬勒鼓的立場來說 我不知道他之前認不認識耶穌 但是在短短相遭的時候 他能夠經歷到主是那位大能的醫治者 他流的血使得主耶穌去醫治他 得到醫治 他的耳朵可以醫得快 在《路加福音》第12章的講到 主親自的將他醫治 這個也不是馬勒鼓要求的 事實上他沒有要求主醫治 主是親自的去為他醫治 神自己做事情 他也看到主和彼得的對話 知道主耶穌是那位和平的君王 願意跟隨主的大領 天父的大領 去喝下天父為他預備的苦杯 在馬勒鼓的眼中 他看到的主耶穌是一個願意信服神 大能的醫治者 信服在主的大領底下 這個會不會啟發到馬勒鼓呢? 事實上聖經我們再找不到馬勒鼓的種植 但有一個很特別的顯示 一般人在聖經裡面很多時候都見不到名字 馬勒鼓怎麼會有名字呢? 一個合理的推斷和解釋 馬勒鼓將來其實在約翰所接觸到 所寫一本書信的信仰群體之中 所以他的名字就有意義了 如果他不是的話 這個馬勒鼓既不是仕途 也沒有做特別偉大的事情 記錄他的名字就顯得不合理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理念來推論 馬勒鼓將來是跟從主 在主信仰群體裡面 是約翰寫這封福音書的時候 他們那幫對象所認識的人 我們感謝神 終然我們有軟弱缺陷 我們的血氣傷害到我們身邊的人 但是我們求神使用 讓到主的福音 親自臨到我們受傷害到的人當中 使他們能夠專一仰望主 得著主寶貴救恩 我們同心祈禱 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 終然我們有軟弱缺陷 但主你的愛親自的 去到受傷害的人群當中 但求你保守我們 讓我們不至於放縱自己的血氣 求你亦保守我們 經歷你的慈愛 醫治你的大能 祈禱教託封耶穌明求 阿門